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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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Cella 今天是聖誕倒數影片的第六天 明天就是聖誕節了喔 這次的影片呢 我真的是快要累垮了 因為我從來沒有嘗試過每天更新影片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日更的youtuber真的實在是太佩服了 還有做vlogmas的youtuber 我覺得我明年應該還是沒有辦法挑戰這個系列 因為七天對我來說已經非常的緊繃了 好,我們今天呢倒數第二天的開箱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Dior的飾品 今天這個飾品啊我會特別想要拿出來分享 就是因為我是在打折的時候買到的 雖然說現在正在看影片 你們已經應該是完美的錯過台灣的打折季了啦 還是其實現在還有我也不確定 你們真的有興趣的話可以就是打去專櫃問看看 那Dior的打折飾品我是在台北101的專櫃裡面 挖到的寶貝 先打開 因為它是打折瓶 所以它沒有辦法給那個聖誕節的包裝 這是正常的 所以我拿到的一樣是他們專櫃常態的包裝 也是蠻美的啦 他們家就是白金白金的感覺 他們家的盒子長這樣 我記得應該是有斷帶 只是我應該是回到家之後 我有拆開來確認 所以斷帶不知道被我丟到哪邊了 是會有斷帶的 那這個打折的東西呢 我是用五折買到的 非常非常啼笑的價格 好我們現在來開箱 裡面的防塵袋 是長這樣子 好可愛的 我買了這一款 就是他們家很經典的這種珍珠耳環 但我買的是星座系列的 因為星座系列有在打折 這個是雙子座 因為我本人呢是雙子座 那這個耳環呢 它的定價好像是一萬零多少 它原本的定價是一萬零多少 但因為當下打對折 所以就是五千多塊 反正我記得非常清楚 這一個耳環是五千多塊 他們家的這種 就是珍珠耳環啊 或者是像那種字母系列 都是直賣單邊 那我就想說單邊這樣子帶 我另外一邊會不知道要帶什麼 那因為還要打對折嘛 所以你如果買兩個 是不是等於本來買一個的價格 所以呢我就買了另外一個星座 我想說這樣可以跟他們湊一對 因為我也不想要兩邊帶一樣的 我另外一邊買的是天秤座 超級無敵可愛的 因為我老公是天秤座 有沒有很散發 而且在買耳環的當下 我老公就在現場 然後想說 對啊應該要買他的星座吧 不然我另外一邊 如果不買自己的星座 我應該要買誰的星座呢 也太奇怪了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 雙子座跟一個天秤座 我想說這樣子 想要給他們湊一對 比較好看 它其實後面這個珍珠啊 因為是這樣子分開的嘛 所以如果你有他們家其他的耳環的話 其實都可以自己做搭配 我覺得很不錯 就是他們家的耳環 是真的很適合就是混搭的 你看現在都雙子座在前面嘛 然後後面這個珠珠是這樣子 從後面扣上去的 我覺得像我就還蠻喜歡這種星座的東西耶 我完全不會排斥 好好看 這樣子後面就會這樣叮叮咚咚咚 好我們帶另外一邊天秤座 好我們帶另外一邊 你看像它的天秤會在前面 它就是前面那個耳針的部分 你後面如果有他們家其他的 就是從後面頂上去的部分啊 都可以自己再混搭 我覺得這是他們家買這飾品 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優點 天秤座是這樣子 當天真的好開心喔 就原本如果沒打折 我應該就只會買一邊 但因為它有打折 我就覺得 買兩邊好划算喔 而且你帶出去的時候 你老公會覺得 喔你把它放在心上的那種感覺 就一直看到自己的星座 然後我的星座在這裡 這次買到這個飾品啊 我真的很滿意 因為我覺得很好看 主要是它後面那個珍珠 我可以配 前面的不同的耳針 你們懂我意思嗎 就後面 前面不一定要是這個星座 我可以搭配別的東西 後面也可以有這個 鼎鼎咚咚咚的珍珠 今天呢是平安夜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出去 吃聖誕大餐了呢 今天也是我這個禮拜 陪伴大家的倒數第二天 希望你們目前為止 看影片都看得很開心 很過癮 我們一樣明天見囉 記得喜歡我的影片 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按讚還有留言給我喔 我們明天聖誕節見吧 掰掰